相当不幸的死亡车祸真的是让家属心碎 在台中市有一名小五男童 骑单车要穿越马路 结果遭到了电动机车碰撞倒地之后 又被小客车碾过松衣不治 男童的父亲事发前四分钟还打电话 要他赶快回来写功课 没有想到发生了意外 而今天下午家属重回现场 招魂场面相当哀奇 儿子的生日 黄欣男童坐在蛋糕前满心欢喜的许愿 还有爸爸带着他一起做手工艺 他边做边唱歌 祝你车路快乐 看着手机里儿子的画面 黄爸爸泪水止不住 我说好那赶快回来 要回来要写功课 他就说好等一下回去了 事发前四分钟 黄爸爸还打电话要儿子快点回家 没想到这是最后的诀别 家里还留着要给男童的晚餐 如今越看越心酸 三号下午男童骑单车找朋友要回家 来到路口在斑马线前停顿 夏苗起步穿越马路 先遭电动车撞击 又遭小贺车碾过 心痛的父亲还要强忍着看监视器 他说儿子过马路都会看路 没想到会出意外 看到那台车过去 我儿子是从轮胎下面跑出来 好像都没有刹车还是怎样 男童爸爸二婚后生下男童 之后离婚 他单亲带着男童跟前妻生的大儿子 招魂现场哥哥照法师指示轻喊 快点来这不要再玩了 才获得允杯 不要再玩了 我们要带你到台中市立殡仪馆 回到殡仪馆时 家属碰见来相验的两名肇事驾驶 没有跟你道歉 没有 都没有 我都告他 两个都告 警方表示该路口只有每天早上四点到九点 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有红绿灯 其余都闪灯 事故原因还要厘清 其实男童上的月十号才刚过十二岁生日 没想到生命就永远停在十二岁 记者中部这么报道